他身为警察,却戴着骗子的面具,专条法律无法制裁的对象下手 今天的目标名叫陆也,骗了受害者老薛三千万 老薛经营这一家小型机械厂,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只能寻求贷款 陆也称能批下五千万,条件是输百分之三十的手续费 他能到手三千五百万,他对此将信将疑 陆也拿出一张和议员的合照,他这才决定签下合同 填写决算书时,陆也让他夸大销售额,称没什么后果 所有人都这么做,他犹豫后选择相信,申请很快通过 五千万到账,他将一千五百万手续费转过去 然而不久后,决算书被发现造假,他被要求一次性还清贷款 并支付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也就是六千五百万 面对他的追责,陆也则有准备,伪造决算书的是他 陆也只是帮忙办理,一千五百万是咨询费,不会退到 他现在山穷水尽,三千五百万已经用来偿还欠款和扩大生产 根本拿不出六千五百万,他向警方祈求,起码抓不陆也 让他拿回一千五百万,反差中心负责受理,也叫搜查二客 光子和山本负责此案,山本很无奈,根本抓不了陆也 决算书是老虚自怨伪造,议员的关系只是暗示 陆也诈骗是事实,但没有证据,只能以诈骗罪起诉老虚 光子难以接受,但没什么办法,法律也就是这样规定的 他从银行辞职成为刑警,就是想打击诈骗犯,现在犯人就在眼前 他怎能放弃,梁介听到这话,将警察的帽子摘下 来到一家洗衣店,找到同伙老差,执行准备好的计划 他乔装打扮一番,变成一名商业精英,主动找到路线 递出自己的名片,上面写的是财团法人 民间事业开发推荐机构,次时代事业开发支援市市长 为支援在经济衰退中的中小企业,办公室设立金额为50亿的基金 为企业提供无利息,无担保的融资 他想请陆也当基金的审查委员,陆也常年作为经营顾问 最适合不过,他给出好处,陆也和很多企业有联系 如果能募集想融资的人,会给出合作费 陆也觉得可以去调查这个基金 在法务局查到该基金的资料,其中有办公场所 他亲自上门考察,在前台看见名字 是民间事业开发推荐机构,和名片一模一样 他放下怀疑,决定接受邀请 梁介提出要求,为信用考虑,要陆也准备事务所的登记簿 以及近五年决算书的复印件 以陆也的诈骗行为,决算书是不可能给的 但可以造假,反正基金不是官方机构 没什么风险,只要不被发现就行 光则找梁介诉扩,调查毫无进展 还被老薛的女儿恶言相笑,梁介鼓励她别放弃 或许不久后就能找到证据 计划很顺利,陆也已经上套 还问起合作费,两届煞有其事地拿出计划书 合作费是融资金额的1% 如果她融资10亿,就有1000万 作为交换,基金收取0.2%的保管金 会在融资结束后返还 明目是给基金的捐款,依照法律可以免税 陆也理解基金的钱是怎么来的 都是有钱人为了避税 老柴此时登场,身份是基金的主要出资人 提供了25亿日元的资金 老柴请陆也喝酒,拿出大笔现金 在酒店思议消费 几人喝得很开心 老柴假意看住陆也 要陆也当委员长,把钱交给她保管 两届没有反对,只是要当委员长 想处理50亿的资金 要交2%的保管金,就是一个亿 好处当然也有 合作费会涨5倍 老柴劝陆也,他是干咨询的 认识很多需要融资的老板 只要当了委员长,不仅能收咨询费 还能拿合作费,简直左右通吃 挣钱不要太简单 他十分心动,但拿不出一亿现金 只能凑出7000万 梁姐有办法,从别的机构给他贷3000万 等他当上委员长再还 不久,陆也在贷款申请书上盖章 金额是3000万 梁姐递给他委员长的人名书 以及7000万的收据 梁姐带着7000万现金离开 最后叮嘱他,务必出席下周的审查委员会 另一边,光子想的办法 陆也欺骗的不止一人 可以联系受害者发起集体诉讼 这不是警察的职责 光子坚持要做 二科的系长只能答应 被科长叫到办公室 科长给他一封信 背面有个K字 里面是陆也诈骗的证据 这是K第二次来信 几天后,陆也去办公室上任 可前台不认识梁姐 这里是民间事业开发推进机构 但没有自时代事业开发支援师 他打不同梁姐的电话 才知道被骗 同伙给他打电话 不知怎么回事 全国中小企业融资公库 打了三千万 他刚回到公司 警方就上门逮捕 罪名是诈骗公库三千万 他看到决算数 上面是自己的印章 想起之前签的贷款申请书 金额也是三千万 明白自己被人做局 了解在计算收入 本次营收七千万 扣除经费后 和老柴各出局10%作为酬劳 之前拿到录业的贷款申请书 用店面都将自己抹出 只留下签名 印章 金额 然后将决算数打印到纸上 寄给全国中小企业融资公库 陆也没有罪证 他可以帮忙制造 他不仅要骗走陆也的钱 还要让陆也收到法律的制裁 这就是他的行骗准则 陆也被捕后 老徐不会以诈骗罪被起诉 违约经验取消 我千万不需要立即归还 唯一可惜的是 一千五百万咨询费要不回来 光泽安慰老徐 受害者决定发起集体诉讼 虽然钱不可能传回来 但能争取到一定的返款 等光泽走后 老徐很快发现 有人寄来一封信 里面有一千五百万的汇款 来信者没署名 而信封背后有个K字 新案子来了 二客接到报警 男子名叫小珍 刚毕业才一年 被经纪人以奖学金帮扶为由 骗了四百万 日本的大学学费很贵 很多贫困的大学生交不起学费 只能进行奖学金贷款 所谓奖学金帮扶 就是企业以加工资的行为 替大学生还奖学金 小珍经过经纪人介绍 加入一家著名的IT公司 最佳公司对新员工实行奖学金帮扶 其中有两类特别利的缘故 一次偿还四百万奖学金 非特别利的分期偿还 经纪人告诉小珍 她被选为特别利 公司会为她一次偿还四百万 还让她签一份备忘录 上面要求她三年内不许辞职 否则要支付违约金四百万 光此感觉违反劳动法 习长对此解释 劳动法只规定了 公司和员工不能签这种协议 可合同是小珍和经纪人签的 和IT公司无关 之后小珍辞职 向经纪人支付违约金四百万 她以为四百万会还给IT公司 但钱被经纪人独吞 小珍的奖学金帮扶不是特别利 而是非特别利的分期偿还 她在IT公司工作九个月 公司帮忙还了十三万 还差387万 加上她为了偿还违约金 用信用卡刷了四百万 加起来是787万的债务 最大的问题在于按照合同规定 那四百万的违约金 是小珍辞职给经纪人的补偿 经纪人误导了她 让她理解错误 现在这种局面 找不到经纪人的证据 系长不准备调查 这种一千万金额以下的案子 按规定交给所属辖区办 光则主动请盈 系长无所谓 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就行 案子被交给梁介 梁介了解到 小珍主动辞职 是感觉能力不足 达不到社长的要求 现在她深感自责 梁介很愤怒 这下假冒后 伴传记者 采访IT公司的社长老朱 计划作系列报道 主题是年轻有为的领军者 因此需要跟踪采访 老朱不已有她 经过一番接触 梁介判断老朱和经纪人是共犯 老朱录用15名新人 现在已有10人辞职 都被经纪人用同样的办法骗了 老朱早有预谋 瞄准的都是三流大学的毕业生 虽然宣传帮学生还奖学金 但没有一个是特别例 等大学生进入公司后 老朱用各种办法 让大学生感觉能力不足 最后主动辞职 继续跟踪老朱 发现老朱常去一家皮包公司 目的是为隐藏个人资产 老拆也有发现 老朱读大学时 是一个知名社团的代表人物 而老朱现在总出入夜总会 喜欢搞非法赌博 梁介想到办法 像老朱和经纪人这样的关系 很容易被理解 他可以和老朱拉关系 说自己和老朱毕业于同一所大学 曾加入过老朱的社团 老朱很怀念 喝酒来庆祝 期间提起自己的商业理念 弱肉强食 他假意赞同 让老朱放下警惕 喝完酒后 他通知老朱 有人在跟踪 身为记者的他做出判断 跟踪者可能是警察 他好心建议老朱 如果有不正当的交往 最近最好别联系 电话也别打 防止被窃听 接着给经纪人打电话 自称被老朱抛弃 老朱不是第一次做这种生意 会顾忌重拾 把经纪人出卖给警察 让经纪人避黑过 如果不相信就打电话确认 经纪人给老朱打电话 他不敢接 经纪人去和他对质 他害怕被监视 装作不认识经纪人 话都不说就离开 经纪人立刻起疑 梁介再给老朱 找来老柴扮演税务人员 已经知道跟踪者是谁 是税务总监的人 梁介恐吓他 他会被税务吵架 可别把钱放在 事务所的保险柜中 他立刻慌了 钱真的放在那里 他求老柴透露消息 看在钱的份上 老柴给出消息 税务会搜查他的皮包公司 时间是今天七点 只剩三个小时 他和梁介去保险柜去见 趁他不注意 梁介将一份文件放进柜子 经纪人闯进来 看到这一幕 以为他抢远走高飞 却抢装钱的包 争抢过程中 包从窗口被扔出去 老柴等在下面 拿起包就跑 在柜子里发现 受害者名单 这下有了证据 能证明老柴和经纪人诈骗 不久小珍收到 四百万的汇款 信封外面是K 老柴被绳之一发 光子高兴之余 问出心底的疑问 从梁介的同事那知道 梁介以前也在二课 至于为什么离开 同事们都保持沉默 系长约光子单独谈话 梁介以前是个优秀的刑警 深受同事们信赖 之所以离开 是因为出卖同伴 是个彻底的叛徒 光子无法相信 感觉他不是这样的人 不好意思当面去问 只能憋在心里 光子进入资料库 搜查梁介的信息 点开两年前名叫 山神的诈骗案 结果需要密码 客长闯进来 看到被打开的电脑 直接关机 光子躲在一旁 思索山神是谁 客长来走梁介 尼航发来消息 时隔两年后 那个账户有了动静 账户的主人就是他的恋人 梁介难以忘怀 一直在家里保存着 马美的东西 好像马美从没离开 光子想知道山神是谁 跑去问梁介 得知梁介感冒 跑去梁介家 看到玄关的女线 以为房间里有女人 急急忙忙的告辞 梁介的同事很奇怪 听说梁介的恋人早就失踪 他更加好奇 去资料室的电脑查询 发现梁介的资料必删除 被客长抓个正招 他不再掩饰 想知道梁介为何自知 女友为何失踪 又和山神又和关系 客长终于坦白 梁介是自己提拔的 虽然形式极端 但破案率一直第一 两年前 他抓到了山神的马脚 山神是个大诈骗犯 警方一直找不到证据 那次二客全员出动 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 他认识了马美 马美是个律师 客长也不知道 两人什么时候开始交往 因为山神太过谨慎 二客追查了一年 他和马美感情深深 准备向马美求婚 据客长所知 那天求婚到一半 二客发现关键证据 他立即出动 结果破了个空 山神提前逃离 马美哭着向他告别 等他回到家 马美彻底消失 求婚戒指也被带走 后来才查到 马美是山神的帮凶 且听了他的手机 知道内情的 只有客长和系长 其余警员都不知情 以为他真的背叛 他本想辞职 是客长安抚他 让他留下来当巡警 另一边 两界下定决心 将戒指扔掉 清理掉马美的一切东西 包括那双女鞋 光此感谢他没辞掉警察 会一步步向他靠近 二客召集警员 分析Kate的案子 Kate出手五次 每次骗走诈骗犯的钱 并还给被害者 虽然Kate很信任警方 但不能放任不管 要查清Kate身份 老柴发现山神的线索 一个名叫千堂的骗子 三年前曾和山神合作过 千堂谎称和国外一家 珍珠养殖公司有交易 这家公司真实存在 养殖的珍珠广受欢迎 千堂提出投资计划 承诺给投资者高额分红 一旦目击到大笔钱 立刻停止分红 千堂还假装被骗 把过错推到中间商上 这次涉案金额大概有4亿 千堂曾在山神属下工作 要得夺回4亿 行骗的难度很大 梁杰伪装成珍珠养殖公司的 法律顾问前去拜访千堂 自从案发后 公司收到很多投诉 认为在协助诈骗 他决定和千堂联合 拿出专业的资料 公司培育了更高品质的珍珠 降低了饲养费和管理费 利润大幅提升 为扩大生产 向世界市场招募投资者 为恢复在日本市场的信誉 如果能募集到一亿 公司会开出年龄20%的分红 以补偿那些受害者 他还给千堂一颗珍珠 算是参考物 千堂检测了珍珠 的确是上等品质 找到珍珠公司老板的资料 是个信誉过人的商人 千堂动心了 如果真能合作 就能堵住那些被骗者的嘴 只是有一个要求 希望能和珍珠公司的社长聊聊 梁杰想的办法 让社长和千堂视频聊天 给社长的理由是 千堂是私立高中的董事长 想组织学生去公司休学旅行 两人语言不同 他负责翻译 根据社长的表情 翻译出适合的话 将两边多远过去 千堂终于相信 正要和他签约 有律师闯进来 声称千堂是个骗子 之前被骗的投资者 也组成受害者协会 委托律师提起诉讼 他听完之后 站在千堂这边将律师赶走 千堂很感激 但要重新考虑签约 另一边 光泽和山本调查K 根据借给老徐的1500万 找到开户者 却发现对方是替人代办 一直听从网络上的邮件指示 最终邮件 发现对方通过多次转发 根本找不到信号源 光泽提出怀疑 感觉K很了解警方的手段 怀疑是内部人士 科长听完后 终止对K的调查 光泽很不理解 山本知道原因 社长不想承认 二科有内鬼 总不能侦查吧 万一查出什么呢 与此同时 千堂麻烦禅神 即将被提起集体诉讼 按这种形式 千堂公司的资金 很快会被冻结 现在公司账上有4亿 梁介可以帮忙 做一个4亿的投资 千堂实际指出1亿 剩下3亿由珍珠养殖公司保管 做一个4亿的账本就行 以说服那些投资者 如果这样的话 他会为千堂代理诉讼 律师即将过来 千堂来不及思考 便同意了 将4亿转过去 为了应对诉讼 他还拿走了千堂的账本 梁介大获全胜 其实律师也开始就是他的人 目的就是恐吓千堂 让千堂陷入危机 并来不及思考 他还拿到千堂的账本 接下来会送到二客 成为千堂的犯罪证据 他再次败回千堂 想知道山神的消息 千堂说出一个公司名 从楼上跳楼下去 他暗自观察 好像被山本发现 只能匆匆离开 没注意到光子在身后 山本和光子都选择隐瞒 协长察觉问题 K不仅针对诈骗犯 好像和山神有某种关系 梁介搜索那个公司 是投资太阳能发电设备的 成立20年 业绩良好 看起来很正规 但他在官网发现 公司的代表就是山神 山神的案子有进展 山神两年前的同伙被逮捕 二客发现山神的真神 山神作为公司经营者 一直过着正常的生活 这两年用公司在业界积累信用 这是为大型诈骗做准备 山神召开一个投资会 梁介混入其中 二客的警员也暗中监视 山神决定辞去代表的职务 新的领导者是马美 梁介惊呆了 不知山神有什么目的 此时议员登场 议员是新能源议会的民数长 会全力支持马美 山神之所以退出 是有了更赚钱的新项目 要在会场募集投资 梁介办成服务员 撞到被募集者的身上 假意帮对方清洗衣服 要到对方的名片 警方怀疑山神的新项目 决定观看视频 调查现场的人员 根据名片发现 募集者是有灵重工能源部部长 老柴知道此人 经常出没在营作一家俱乐部 老柴扮成投资家 主动接近部长 之前投资过珍珠养殖产业 最近在寻找值得投资的项目 看在介绍费的份上 部长透露了山神的项目 二客了解到 山神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地点在东京的黄金地段六本目 光子梯调查马美 马美曾生活在福利院 五岁时被养父母收养 或许能找到山神的线索 为了不打扫精神 系长特别强调 行动千万不能被马美发现 两人扮成马美的后辈 马美成为新公司的代表 两人想给马美办任职派对 要准备一些跟马美有关的问题 所以强烈拜访 养父母很乐意 分享了一些确实 不过对于马美离家后的事 几乎一无所知 也没听过山神这个人 养母提到一点 马美成为律师的第三年 突然在家痛哭 说哥哥找过来 这个哥哥是在福利院认识的 和马美没有血缘关系 后来马美离开了家 渐渐和养父母疏远 从养母纳要到福利院的联系方式 可福利院已火灾烧毁 光子找到当时的工作人员 对方知道马美 有个大九岁的哥哥 为了马美烧了福利院 虽然没有证据 但工作人员却觉得 这是为了保护马美 所谓的哥哥就是山神 另一边 山神召集投资者 老柴趁机出席 在胸口装上窃听器 梁介在车外窃听 山神介绍项目 基金要拓展多蒙市场 首先从拉乌尔共和国开始 拉乌尔在太阳能方面 鼓励自由市场 日本政府已经援助过 但仍然希望有非证实 不公开的支援 山神成立了私人基金 专门负责此项目 为此募集投资 承诺一年的利润是30% 日本政府对此背书 完全可以保证分红 老柴故意倒卵 再怎么说也是私人基金 怎么担保政府的信用 难道凭借和议员的关系吗 山神早有准备 投资人只要去个地方就能相信 已经背好了车 老柴接着给部长整理领带 将窃听器放到部长口袋 结果被山神发现 老柴乘坐的那辆车 很快脱离车队 老柴打开手机 点开位置共享 梁介跟着车队 看着车队进入拉乌尔大使馆 窃听器被发现 山神对窃听器说 会弄死妨碍自己声音的人 梁介察觉不妙 发现老柴的位置不对 立刻开车赶去 来到一家破旧的工厂 老柴被黑布包着头 手机掉在地上 山神实施骗局 说买拉乌尔大使的翻译 大使不懂日语 翻译可以自由发挥 投资人没怀疑 彻底相信山神的项目 另一边虽然被打得很惨 但老柴还有气 此时高关系的声音传来 马美突然登场 好心劝良界辞职 别妨碍山神 她不在意这些 想知道马美为何帮助山神 难道那些温柔都是谎言 马美转移话题 自己和山神是锁死的 劝她赶紧离开 这十个陷阱 老柴行动不便 她拿起老柴的手机就走 好在山神不想闹大 最后把老柴放走 与此同时 县长质问客长 在山神的投资会上 良界为何出现 县长认为她就是K 光子做出不出 在千堂跳楼的现场见过她 县长想叫她对峙 客长阻止了 会私下和她谈 光子去找良界 将马美的过去告知 马美帮助山神 是感激山神在福利院的守护 光子还承诺 会在K的前面抓住山神 客长接着过来 将她已经暴露的事告知 他不在意 笃定二客找不到证据 山神的基金盛况空前 投资者蜂拥而来 其中有灵集团的投资很关键 只要骗过一个重要客户 那客户本身就为项目背书 后续的骗局就更顺利 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二客拿到基金的合同 没发现违法支出 更奇怪的是 有灵集团这么大的公司 怎么就相信山神 还说基金是政府的非正式支援 这里有突破口 山神进行下一步计划 和灵芝建设合作 这是一家日本知名公司 能获得更多信任 看来山神想趁热打铁 一口气骗到足够的钱 两界扮成国际交流友好协会的成员 这个协会旨在帮助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 他曾经去过拉乌尔 知道拉乌尔有很多税收优惠政策 以基金在拉乌尔的投资 可以申请到税收优惠 山神同意申请 算是更好的伪装 山神的手下报告 搜查二客开始行动 而专骗骗子的K 似乎是马美的前男友 山神恍然大悟 知道两界的另一种身份 二客的行动被制止 是副总监直接下的命令 看来警局内部有山神的帮凶 光泽很不甘心 客长下令变更搜查对象 搜捕诈骗者K 两界去找基金的工作人员 说拉乌尔的朱日大使想见山神 用60亿的价格出售土地 土地市价120亿 原本要建高尔夫球场 后来发现违法行为 导致无人接手 土地高达20公顷 已经做好平整 非常适合安装太阳能板 大使这么积极 因为做出违法行为的是 大使经纪的公司 大使想尽快弥补 山神经意不定 如果有了这块土地 积极的事业就能做成 或许能携手上岸 两界出门后 客长适时出现 将二客的人全都叫过来 客长怀疑警局有内鬼 只能将人这么聚起来 二客不能调查山神 但可以调查K K本身在骗山神 二客在调查过程中 发现山神诈骗的证据 也不足为奇 而山神被捕后 两界也会以K的名义自首 他分享调查结果 山神在拉乌尔大使馆中有内鬼 从而欺骗了友莹集团 他给山神下了圈套 近期会和内影接触 希望二客找出内影 二客跟踪山神 看到山神和一个男子交谈 山神希望男子查清土地一事 光子看到男子的长相 在拉乌尔的官网上 得知男子是书记官 两界觉得可以收买书记官 让书记官欺骗山神 他拿出所有的钱 通过大使馆假装是山神捐的 把钱都捐给拉乌尔的孤儿 告诉山神大使真要出售土地 大使很感激 以为山神给拉乌尔的孤儿捐款 山神以为大使感谢他 帮亲戚解决麻烦 两人接同压奖 没有丝毫怀疑 签薇的日子定下 老柴找到拉乌尔的演员 扮演出卖土地的人 马美来找两界 承认当初的感情不是假的 他劝马美回头 马美考虑再三 让他再相信自己一次 不久 山神和演员签约 正要汇款时 马美开口阻止 想要和山神单独谈话 马美告知一切 土地证是假的 一切都是骗局 可山神回到签约现场 立刻将钱打过去 老柴仔仔细确认 的确输到钱 山神对梁界孝了 将灵芝建设的人请进来 已经将项目转输给灵芝建设 灵芝的人将120亿转给山神 山神赚到60亿的差额 梁界也笑了 搜查二课的人闯进来 山神明知道土地是假的 却出售给灵芝建设 这是典型的诈骗 山神想要证据 光子拿出录音 上面是马美刚才和山神的对话 山神亲口承认 早知道这是骗局 还想将计就计 山神难以置信 最后终于释然 极力撇清和马美的关系 想减轻马美的罪行 马美告别梁界 说自己配不上他 他再次强调 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他和山神坐在一起 山神告诉他 自己从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属于一个组织 山神只是组织里的小角色 话刚说完 一辆卡车靠近 撞向他所在的车 另一边 客长接到消息 梁界涉嫌杀人 已经下达搜查令 梁界久性生还 山神当场毙命 恰好山神的手机响了 他接上电话 听到对面的声音 双面骗子虚假警察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 明天 明天 明天